前面是一線無遮擋 對 無遮擋 所以這個單位是對於大家想找一線單位 一線海景單位來的 這個單位其實非常之不適合 很帥 對 很舒服 無遮擋 這個52檔是整個營海南最端頭的流氧單位 非常之正 賣完的時候 這邊是最後賣的好一座單位 所以這個單位非常之新 包括公共位置 以及我們裡面的裝修 全部都是最新的標準 以及都是最好的標準 我們也可以坐在這裡 欣賞一下日出 或者右手邊日落都可以 這個房間是擺住一個1米3個床 這邊有一個270度壺景的飄桌 這個飄窗很舒服 這個飄窗 所以整個景很開油很開闊 其實這個它是改了的 這個飄桌就改了 三房兩廳一個洗手間的傢俬家電 全部都有 而且三開間潮藍 就是一個客廳潮藍 兩個房間是潮藍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家希倫 今天你和阿菲 阿菲就開機 我就出鏡 來到這個阿婆個市場這裡 跟大家介紹一套凝海藍的端頭位正面看海 如果你之前有看過維港灣五期的話 又想看正面看海 又想要性價比高 又想要一線看海 而且戴上一個傢俬家電 直至是拿包入住的 這套房都是非常之正的 定價比高 對海景房有要求的 待會大家可以看看這套單位是怎樣的 OK 跟大家介紹一下凝海藍周邊的一個生活配套 大家都知道凝海藍是三旗入面最新的一期 交通方面都是比較方便的 我們往前走大約是300米的位置 在三旗的交通中心那邊是有得坐經橋巴士的 而且又可以說 前邊由我們小區的一個正大門口 這個藍色的外面是跟其他不一樣的 藍色的外面全都是凝海藍 這邊是凝海黑藍 我們凝海藍的小區 樓下也有一樣坐經橋巴士回到深圳 每天早上聚早的一班車 5點50分從維港灣開出來到晚上的話 九點鐘都有車回到深圳九點鐘都有車回到家樓下 票價是22至25元之間就可以 一個小時的時間 如果你是在apps那裡錄單的話就22元 現場買票的話就25元 就多了深圳雞 是的 除了這個經橋巴士之外 我們都可以有碧具形的藍色那些免費樓巴 可以給業主坐車免費的 那麼這個藍色的樓巴是有從一期二期三期五期都有經過的 那麼你說去一期我們都可以坐藍色的巴士去吧 又或者還有一個是那個冰海的那個鑽線的 五元街 他是從榮長海灣半島有經過合正東部灣 維港灣五期和這個三期迎海和這個三期交通中心 二期一期都有得去的都是五元度非常之方便的 那麼這個班次的話就是早上八點鐘到晚六點鐘都有班次的 我們都會把那個連繫電話和班次的時間貼在上面的 那麼除了之外呢 我們都可以買回這些的這個高爾夫球車啊 兩人位三人 六人位八人位的都ok的 那麼這些高爾夫球車的話 就可以在整個十零銀灘的話 自由發揮去釣魚去買菜 出行的話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麼這些車的話就是三四千 至七八千一步都有的 講了交通了 跟大家講一下周邊的一個生活配套的 市場呢 其實大家都提了很多的 阿婆角市場啦 這個可以買到日常的一個生活配套的 又或者可以去回一期的這個叫什麼市場去的 在三期的銀富市場 買海鮮的一個市場 還有呢這裏的話 這條雞一直上去都是有這個海鮮 一條雞可以吃海鮮的 平時的食屎呀 快叉的茶餐廳 我們都不用擔心說沒有地方可以吃 還有呢 我們小區的樓下呢 都有這些肉店啊 還有呢 另外在北海鮮的地方都有些診所的 還有便利店這些快地啊 都可以送到你家樓下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所以說呢 你就算回來這邊 度假或者養老啊 正常的一個居住啊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是不是阿輝 是咯 嗯 如果對交通生活配套有不明白的朋友 都可以相信問我們的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進去小區看看裡面的一個環境 好了 現在你和阿輝走到進來這個 營海南裡面的一個花園 我們帶大家看看這裡的花園 左手邊這個位置是小區的一個大門口 我們坐車的話就在門口坐經橋巴士 又或者坐那個冰海鑽線 又或者坐那個碧巨型的藍色的 免費的樓巴呢 都是可以在門口坐的 那這個小區呢 是整個三旗裡面最新的一旗來的 那之前有海越灣 海逆灣 愛琴海 營海南 以及營海北 是最新的一旗 營海南的話呢 它是看海近海的這一邊的 營海南是總共有17棟樓 那總共是有4300伙的 那這裡我們的小區的話 陸化其實是做得比較漂亮一點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因為這裡是碧巨岩的物業 還有這裡的物業費是2.3元 一個平方的 然後停車位呢 就是停車費 如果有開車的朋友的話 我們可以把外車停在地下室 那停車費是180元的 如果沒有開車的話 是不用付費用的 而且這裡來講 我們等一下要 不好意思 那跟大家說一下 這裡的話 是有這個 泳池 泳池 兒童樂園 還有這個 籃球場 還有這個魚毛球場 還有一些 老人活動的設施 還有健康跑道 你看看這裡的話 其實屬於是人車分流 平時我們在這裡散步 跑步 或者在這裡撕貓貓 狗狗都是非常之安全 而且還有很舒服的 那我們等一下去看那套單位 是超正的 斷頭單位 那這裡的話是2015年至2018年建好的 我們在看那一棟是最新的一棟 讓大家看看這個圖紙 讓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在游泳池的位置 但是可以看到 這個52棟是非常漂亮的一個位置 讓大家移動一下 大家看看周邊的那邊 OK 這邊就是前面海景 前面一線無遮擋 是無遮擋的 所以這個單位是對於大家 想找那些一線單位 一線海景單位來到 這個單位其實是非常之不適合的 還有營海很多都是三梯 八火和三十多層樓的 我們待會去看那個是兩梯 四貨二十四層樓樓層沒有那麼高 很多朋友會說 營海的話可能會有三十幾 四十幾 五十幾萬的都有 但是你事實上都要看 那個景觀 和這個的一個樓層 和這個朝向的 我相信待會大家去看那套房的話 真的覺得非常之不錯 那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去單位看看 一切都要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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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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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摆上一雙鞋子是完全没问题的 我们看看这个景观和彩缸 可以关一关灯给大家看看这里的彩缸 整个彩缸基本上没有变化 对,彩缸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这个楼我看起来是比较新的 而且迎海南是整个三级里面最新的一套 而且我们这一座是属于整个人海南最后一座 就是整个三级里面最后一座单位 所以这个单位非常新 包括我们的公共位置以及我们的装修 全部都是最新的标准 以及都是最好的标准 我们看看这个是厨房 厨房我们先进来看得到的是一个生活洋腿 这个生活洋腿之前是没有风窗的 这个业主自己封了窗 下面也可以放一个空调外架的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放一些东西 可以出来看看这里还有一个很阔的空间 平时可以晒一些 放空调外架的位置 这里的话其实有三个平方 我放一个洗衣机 热水器这些都有了 简单单的 差不多四个方 对,3.5到4个平方 很大 还有这个鞋柜本身是放在门口的 是 拿进来了 这个也是可以用的 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的业主应该是量心量在这个位置 量心全部做好了 是 热水器 万家乐的大品牌 全部都是有的 是的,都是有的 基本上不用再换的了 那我们看看厨房 厨房的话其实都可以 很生正 是,就有少少灰尘 其实都没有煮过饭 这个业主来看看 没有煮过饭 是 即是说它的路头 基本上是没有开过火的 这些有自然风化 有些少少生熟 可以理解的 清理一下就OK的 包括下面的柜子 都是很新的 都是比较 这里有少少灰尾 这个比较简单 你要收拾一下 买个物业公司收拾一下 都没问题 是的,还有这些都很新的 而且这个雪柜 矮了少少 上下两层的 单开门 都够用的 其实上面还有一些空间 大家很后期的话 其实都可以做一个植物架 在上面 就放一个雪柜 上面的一个位置 都是没问题 是的,我们看看 然后整个场面 都是白色的瓷砖 我们这边的装修标准 是的,这个拓门也是很好的 那这里这个客厅 有少少这些 有空股 这些场面会有少少问题 我也发现了几点 给大家看一下 好像这些场面是有少少的空股 它好像是重新油过的 之前是白色的 它油了一个 比较淡淡的灰色 这个的话 后期就自己收拾一下 如果是单收拾几个地方 一千多元就好像没办法 是可以的 价格就不贵的 是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 食饭桌 食饭桌的话 这个是四人位 后期我们放一个六人位 其实空是很足够的 你可以站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 1米 1米 其实后期自己可以放一张 甚至乎是六人桌 六人桌都可以的 甚至是北人桌都可以 那我们看看这个客厅的开间有多大 1,2,3,4,5,5,6,3米 还有这里加上的话 3米4左右的一个 加上长看的话 大概是3米6左右 加上长看的话 就是3米6 实质上看到的话 是3米小的一个宽度 那这里的一个 梳化呢 小了一点 很简单 还有这个业主 很简单 自己的私人物品 这个单车仔 后期自己会拿走 这个单车仔 是的 是的 然后有梳化和茶几 和电视台全部留下 就是比较简单 不过这些油 不耐看不耐用 是的 不耐看不耐用 梳化就很小了 这个是属于一个 1米8 2人位的梳化 后期换了它 这个真的不值什么钱 那我们看看天花的位置 天花也有少少要補一補油漆 那这里的天花 就简单做了两个 吸顶灯 还有这个空调是一匹的 海顺的一个牌子 最重要的是这个阳台 我喜欢 还有这些窗帘 全部都够好了 这个窗帘 这个窗帘也很新的 是 很新的 这个单车 其实我也觉得 业主是不是 基本上还没住过 很少住的 这个 很新的 又没开过火 还有其他东西其实都挺新的 除了这些傢俬 又贴了一点 后期自己换回一些 帅仔一点的 还有业主 很有趣 他应该是做了一些灯带的 这个位置 浪漫 有点浪漫的感觉 这些沙窗 蚊窗也有了 黑丁这边 也是有些沙门 在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高楼层的话 不会说有5元 不过如果你是怕那些 下水天 潜水 又要通风后果感 这个三个是ok的 先给大家看一个朝向 还是怎样 先看朝向 即是说我们这个单位 日出东方见得到 日落西生 也见得到 所以这个朝向非常之美 这个景观 我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由我们右手边开始 这边是我们三旗 三旗在这边门口 这个算是一个码头仔 入到里面就是我们三旗的商业街 和我们这个码头位 这边见得到的就是我们一旗的位置 这边是我们招食公园 很多新人会在这里拍婚纱照 以及一个妈祖庙 都会在这个位置 走过来一点 这边见得到的就是一个小径湾 这边 这边我们之前也有拍二手单位 海景也挺帅 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找我们之前的影片 走到这边就是我们六度 整个六度 如果后期终于踩单车 可以到这个位置 是的 那再走远一点的位置 是李嘉诚的码头 见得到 少少 见得到这个位置 远一点 这边大概就是李嘉诚的惠州港口的位置 下面是我们当地愚民原居民的一个港口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怕台风 他们会拍一些渔船在这个位置 还有现在好像是 现在是不是优遇期 不是 已经过了优遇期 过了优遇期 过了优遇期 那他们又会有很多新鲜海鲜 大家喜欢吃海鲜 可以来到我们这边 因为现在过了优遇期 这边海鲜会比较便宜些 然后对面山这边 就是一个信尿湾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 这个岛仔就是一个鱼排岛 大家如果喜欢钓鱼 或者吃海鲜 可以来到这边 这边都是有一些鱼装在这边 在这边看到一小块 一只在我们这个维港湾 就是我们逼过去五棋这个位置 就是红色 红色建筑就是那个位置 是 如果大家都是想看维港湾 其实我们都是有HIPP 一些二手单位的 是的 海的对面的话 就是信尿湾那边 是 OK 有什么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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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整个洋海空间都是比较不错的 如果后期 自己坐在这边 排在这边 在大海 喝两杯茶 喝两杯啤酒 其实都很舒服 很舒服 因为我们属于是一线海景 前面完全没有遮挡 很开扬的一个整个 还有那些钓鱼是在那里 帮我钓两斤鱼上来 其实这些都是有些东地渔民 自己的私人游艇都会派在下面的 如果大家是想玩游艇 其实 都OK的 国内这边游艇很便宜 而已 二手十凉二十万度 可以买到这个三十到五十寸的 好了 进来到休息区里面 这里是属于动静分力 里面的话是属于我们私人的空间 我们先看看洗手间 洗手间是做到一个干身分离的 这个洗手间外面是一个名窗 外面的话是我们的厨房的一个生活药台 这里的一个洗澡房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空间大约是有1.3平方左右 这里的宽度大约是1米2之间 其实洗澡的话是完全OK的 没有问题的 那上面的话是有点凹 即是风吹到那只凹 这些问题不大 简单补一下就OK的 简单是很多层有就OK的 问题不大 它之前应该是轻轻的时候没有轻轻 但是它甚至也不是风化到那些问题 这些是自然风化的问题 是 还有这些毛巾格的一个镜面柜 是 其实看这个镜面柜就知道 它们这个标准是会比我们其他三旗会多很多 三旗会漂亮很多 因为其他三旗的灯可能只有一个镜 这边就来做镜柜 这个洗手台也大很多 也大很多 还有新款很多 还有座次也有很多 对 座次 不会说恶恶的 那看看我们的第一间房 第一间房 也是跟客厅的阳台朝向一模一样的 朝南的一个朝向 没有开灯 彩光很好 开了灯和没有开灯 没有什么区别 是啊 这里是摆住 这个标准不可以打的 后期我们也可以坐在这里 欣赏一下这个日出 或者右手边日落都可以的 还有这个房间是摆住 一个一米三个床 简单一个床头柜 这间房的话 盛在这个景点够漂亮 房间的话就不是说特别大了 嗯 有标桌有景观 这个单位其实这间房是够洗的 虽然说是面积小了一点 是的 那对面这间房的话 就视野就一样了 不可能说每间房都做得这么漂亮 外面对出去的话 是别人的一个流动 那这个标桌同样是不可以打的 那这个房间它是目前 放在一米三个床 那其实后期我们也可以 买回一个他他米 即是定制那些床的话 会比较漂亮很多 买个麦克服就可以了 然后这间空调也是海信的 是 还有刚才那个单位也是有空调的 即是这间房子的话 是有四个空调的 是 三间房的空调 和我们一个客厅空调也是有的 剩下这个主人房够漂亮的 是不是 主人房看起来好像没有住过 是吧 应该有 小小 不像 我见得就不像有住过的 因为这个单位其实真是很生性 这个床店是海马的一个牌子 我到现在都分辨不上这个单位 它究竟业主义又没有住过 然后这个单位很英俊 这边有一个270度的湖景 这个飘桌 这个飘窗很舒服 所以它整个景很开阔很开阔 其实这个它是改了的 这个飘桌就说是改过的 然后这些颜色它全部是有过的 OK 然后这张床就是这个麦拔床 是的 冷气机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还有一个衣柜 这个衣柜就够了一点点 这个颜色是怪怪的 这个是有住过的 这个颜色是怪怪的 这个我们后期可以不要 觉得怎么样 观众朋友看到这里 是不是都不错 那跟大家讲一下 这套房的一个基本情况 90个平方 三房两厅 一个洗手间的家具家庭 全部都有 而且三开间潮栏 就是一个客厅潮栏 两个房间是潮栏的 还有这里的单位是属于端头的位置 在整个盈海栏里面 最漂亮的一个楼网单位 OK 和大家讲一下价钱 62万8 加上这套房是62万8 然后佣金是1万8 税费的话是9千元 加上所有加起床的话 就是65万5千8 可以拿下这套房 是的 最紧要是什么 朋友们 最紧要的话 我们又可以按揭 因为这个业主是非常紧急用钱的 如果观众朋友想贷款的话 都可以直接和银行贷款 即是首期19万 然后贷款的话是44万 即是和银行借钱 工业十年2千5 是不是没什么压力呢 另外的话 十年的话 就是4千3左右的一个月工 就可以拥有这套房 即是说我们如果给首期的话 而19万左右就可以搞定这套房 是否比较吸引一点点 是 没错 这个单位可以按揭 可以附庇 都可以 任君选择 还有这个单位 还可以再总结一点点 这个单位是属于我们整个十里银探 三期最后一座 算是最后一座 所以他说整个装修标准 以及我们里面的雷笼 都是设计得最好的 这个是两梯四火的 其他的单位一般都是多梯多火 三梯六火或者八火都有 所以我们这边整个 楼层又不高 对 这边总楼层先二十多个 其他全部都是三十多的 所以这个单位 它是一个居住的 一个舒适度是最高的 以及最主要 这些房子是不买一套 少一套的 所以这些好房是不等人的 如果观众朋友的话 喜欢的话 记得要趕快过来看才行 如果不是的话 即时就没有了 是的 那上面呢 阿辉有没有其他补充的 没有了 没有了 那上面也有个义维码 Whatshap或者微信都可以连我 或者阿辉都可以的 又或者下面是有一条连子 直接是可以通到我们的Whatshap 还有帮助餐的 如果你对这套房感兴趣的话 记得趕快过来看 今天我们的介绍到这里为止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